我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實況主 觀眾有什麼要求? 我就做什麼影片給大家看 不過今天有觀眾跟我講說想要看前段班的打法 那我剛好有對到黎優 黎優應該也算蠻前段班的嘛對不對 還蠻前段班的然後就剛好遇到他 最後一場遇到他這樣子 那這場還蠻好玩的就是有別於說一般的偷人 偷人的節奏沒有沒有 這場比較像是地形優勢 你們以後看到這張地圖也要謹慎一點 這樣這張地圖就只有中間這條路可以選 他還跟你很貼心的告訴你說 藍色框框是不能走路的喔 所以這張地圖最有優勢的是會推會燒會拉的人 古倫德、咸魚超、宇文拓等等 這張地圖都很強 開場講到這邊 這邊可以先看一下他的盒子 他的盒子是有賢雲超、古倫德、趙佑還有冰坦 四隻坦克 在有四隻坦克的情況下 我基本上是不太想去BAN他坦克的 這是一種BAN法 可是另外一種BAN法是把重要的坦克BAN掉 比方說把賢雲超、古倫德、劉趙佑 這張地圖趙佑其實不太強 這張地圖趙佑其實不太強 趙佑只能推兩個 而且他的CD是惡魔 他推的話是十字推 而且推的沒有很好 趙佑這張地圖沒有比賢雲超、古倫德、冰坦強 硬要來排名的話 這張地圖最強的應該是 古倫德、冰坦等於賢雲超、大於趙佑 大概是這樣感覺 古倫德這張地圖真的很強 那這邊的話我第一手應該是先把他的曹青按掉 因為我不知道BAN什麼 因為他4坦我不想按 光奶按了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我就先BAN我不想打的曹青 然後他BAN我的小雪 這一手我就已經想到說完蛋了 他BAN我的小雪 BAN我的小雪的話我就必須拿風鈴笙 在打風鈴笙最討厭打什麼打黎幽 黎幽只要上個禁鳥 風鈴笙基本上會垮 會很容易垮,所以我這手就把黎幽給按掉 我不想打黎幽 基本上我BAN的情況下就是我不太想打 不太想處理的角色 那黎幽我按掉之後呢 我這邊被BAN了逍遙 這張地圖他可能也有謹慎到說 這張地圖不可以放說 會靈活度很高的角色 他第二手拿了劍聖 他第二手拿了劍聖 不是劍聖,拿了劍血 劍血這張地圖也很強 我剛剛講的會推會拉會燒地板 他有一隻會很強的是什麼 會飛的角色 這張地圖會飛的角色也是很強 因為會飛自由度就高 這些藍色的格子基本上有一半可以飛上去 如果你們認真玩的話 會飛的角色也很強 那這邊我持續BAN他的輸出 持續BAN他的輸出 我就BAN了夏侯儀跟月娜 這兩隻在配合劍血的情況下我也很難打 那我這一手就選了古倫德 因為我不選賢瑜超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賢瑜超需要被奶媽照顧 賢瑜超被照顧的情況下很難處理 小雪比較好照顧賢瑜超 這張地圖我也講了 這張地圖 古倫德目前在我心目中是排第一名 永遠就這條直線 你想通過這條直線就必須問過古倫德手上的大槍槍 這張地圖古倫德我認為最強 然後這首他BAN了我的劍邪跟無邪 他為什麼BAN這兩隻你們知道嗎 這四隻共同的特色是什麼 戰陣 你們如果有看到這邊你就會發現這件事情 他把我的四隻戰陣給BAN掉了 我後來也看到了 我想硬開曹沁也拿不到 因為他這首拿了什麼 他拿了逍遙跟冰炭 我有點想要拿月如跟曹沁 這種組合 可是我已經沒有陣 我沒有陣 我要嘛開 領營鳳跟劍聖 要嘛就開劍聖加仙魚超 我只能開男人陣或者是光陣 已經沒有其他陣給我選了 所以我這邊只能選擇男人陣 然後我這邊我持續的把他的輸出給按掉 我不給他冰璃也不給他12個無邪 但是我認為我這邊其實打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冰璃我可以不按 因為其實我有古倫德 所以冰璃我可以不按 無邪要按啦 無邪搭配劍邪的AOE我可能吃不太消 吃不太消 所以我這邊是按了 無邪跟冰璃 那冰璃可以換成賢魚超跟古倫德 那賢魚超一定度不夠的情況下我覺得按古倫德比較好 因為我發現這隻古倫德有造成我一點點困 這隻古倫德有造成我一點點困 那我這邊就硬開陣開男人陣 然後順便選了一隻可以跟他玩地形戰 然後他其實真的意識很好 黎幽的意識真的很好 這邊拿什麼 他變了我的李銀鳳 我覺得李銀鳳還好 我覺得李銀鳳還好 然後他變了曹沁 我覺得曹沁跟李銀鳳都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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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後一首的月如我覺得選得也不錯 但是這首月如 機體不錯啦 機體不錯啦 我覺得要素是月如還是 對月如我覺得我選得不錯 但是操作起來真的有夠爛 就是沒有暴擊差很多 沒有暴擊差很多 最後他補了古倫德我補了月如 其實雙方都有想要玩控場 他其實想法很好 他也想玩控場 那前面幾回合的話 我有他在第幾首 大概第三首的時候 大概第三首的時候他把月如 他把古倫德跟冰坦載過來 這件事情有讓我 不是他把古倫德跟小雪載過來 沒有他在前面兩隻他 他再過來我這邊就不教要再動了 因為我思考了一陣子 我教了再動 沒啥太大意義 然後我的風鈴聲也不往前 我的風鈴聲也不往前 除了14% 我的刺戀鬼還有本身7% 刺戀鬼本身還有7% 刺戀鬼本身還有7% 他就是不爆我也沒辦法 那這邊的話你會發現我們就一直在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前面這邊其實都還好 這邊前面這邊都還好 我這邊推了是為了不讓他李小瑤碰到我 那我這邊推了只是想要控場 以及開護衛而已 這樣子 這幾邊推推拉拉就這樣子 沒有沒有那是雙兩個魂石就有的 兩個魂石就有 那我讓月如遠離一下那個劍血 那個劍血沒意外他下一回合就來炸了 他來炸了有沒有 他來炸了對 他來炸了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我必須去換 我這邊是古倫德主護衛 所以我就只能把古倫德給換掉 我跟你們講喔 我跟你們講 這邊要有意思 這邊要有意思 什麼意思 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是米勒 你們是在這一方的 你們這一手 會用瘋媽補血 還是你們會怎麼做 這一手絕對不要用瘋媽補血 絕對不要 你用瘋媽補血的情況下你就是被打 就是被打 你會被逍遙跟 古倫德接著打 逍遙古倫德接著打 還有英系接著打 基本上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呢 不一定我講的是對的 好不好 不一定是我講的是對的 但是呢 跟大家講的是你們如果只有一隻瘋媽的情況下 你們在 焦了奶的情況下 會 很痛苦 會很痛苦 會很痛苦 如果今天 劍血又帶了 單點AOE 是不是更痛苦 非常痛苦 非常非常非常 然後我要跟你們講還有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重點 還有一個小小的重點 跟你們說 那我這邊的話先交了月爐賣了 賣了古倫德 賣了古倫德 然後保證我的 鹹魚超跟月爐可以跟 可以吃掉那個 劍血 那我這邊再動 的 月爐 要去吃劍血 好這邊這邊是個重點 這邊是個重點 你們知道為什麼不能護衛嗎 古倫德往這邊走 古倫德往這邊走 他是為了護衛見血 古倫德身上也有護衛範圍提升量 但是這一點你們以後可能要很注意的就是 飛在天空上的 角色站在 站在這個 飛步行的地形 飛步行的地形 就是 飛行的角色 被古倫德護衛 必須一定要站在這種 黑走的地方 黑走的地方 那這種地形是不能護衛 因為 古倫德不會飛 就這樣子 答案就是 古倫德不會飛 古倫德是不會飛的 所以我這邊月爐就去收掉 好沒收掉 等一下 沒收掉 氣死我了 那我就用劍聖去補刀 我只能這樣子 一個也不行喔 一個也不行喔 很特別齁 我記得夢戰 我記得夢戰是可以護衛的 我不知道耶 佛聖的這個我不知道 我有點忘了 不知道夢戰可不可以 復衛天空上飛的地形 這件事情 我也不太確定 我有點忘記了 有點忘記了 那這邊他就想要卡我位置 我認為他這邊有打錯一點 就是說 他這邊應該要 應該要讓 冰坦跟 咸魚超 冰坦跟 逍遙把這個劍魂點掉 他應該要透過 透過英系 把咸魚超的被動技能 被動護衛給點掉 他應該要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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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掉我的護衛 但是他沒點掉有沒有 所以我咸魚超 還有護衛 還有護衛 然後我賭他逍遙打不死月爐 因為我月爐的血量還蠻厚的 我月爐血量還蠻厚的 然後他身上有一層魂創 然後他那邊就打掉 然後他其實我這邊也知道他想要跟我玩卡位 所以我就去衝進去 反正他們這兩隻坦克是沒辦法跟我坦克給燒掉 月爐這邊就補位了 這邊就補位了 這邊是為了補位 要不然這格被塞住了 月爐這個位置被塞住我就進不去了 他一樣他其實他也是有把我頂開啦 是還好 為什麼 因為我的咸魚超身上還有那個推推啦 我的咸魚超身上還有推推啦 咸魚超最強就是推 好沒推推了沒關係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把他 給清掉 那我覺得他其實這邊也打的不好點是什麼 他應該要讓逍遙上來頂這個位置 他應該要讓逍遙頂這個位置 他應該要讓逍遙頂這個位置 他應該讓逍遙頂這個位置 有沒有他逍遙頂這個位置之後我就被卡住了 月爐也被卡住 他打錯 他要打錯 他這邊做了什麼事 你們看一下 他是這邊使用吃我一槍 很可惜 他把這個讓給我 有沒有逍遙就做不了事情 有沒有 逍遙做不了事情 有沒有 很可惜他這邊打錯 他也打錯了 他真的打錯 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逍遙就做不了事情 逍遙是沒辦法去做一個 做一個輸出的 有沒有這一回的攻擊輪刺他就喪失掉 很可惜 他打錯 他打錯 他給我機會 大大給我機會 然後我這邊沒有清到月爐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然後他這邊想要去打月爐 我就不給他打 我就把劍聖卡這個位置 有沒有 那他只能打劍聖 因為我被斷腿 劍聖他基本上是砍不死 五英仲要做到什麼事情 做到一刀不死就ok了 五英仲要做到什麼事情 一刀不死 你們在 五英仲的魂石配裝上面一定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一刀不能死 活著才有輸出 五英仲一定要這樣子 做到一刀不死才有活著才有輸出 那我這邊是保護月爐 那這邊我其實也很幸運 月爐身上有似乘氣勁 然後暈眩結束之後他是暈到消炎 這一手我很幸運 非常幸運 你看 非常幸運 暈到 所以他被迫要動小雪 但是他沒有解到小雪 他沒有解到暈眩 所以我這一手可以緩緩氣 然後我這邊再動的原因就是我的咸魚超 這手我覺得我打得很漂亮 我這手咸魚超已經有分天斬 已經有分天斬 這手我有分天斬了 所以我可以把他們推出去 然後透過劍聖跟月爐去做卡位 他這邊只能動冰毯有沒有 他冰毯動了 那我動咸魚超推出去 然後透過冰毯跟月爐去卡位 先動劍聖 先動劍聖 卡位 卡位完之後 月爐再暈逍遙 然後再繼續卡位 卡了古倫德 這樣子 這手我覺得我打得不錯 然後他把我的劍聖頂開 那我再繼續把他兩個人推開 推推拉拉 這一場就是在推推拉拉 然後這邊我自己也打錯 這邊我剛剛解釋過 那就算了就算了 這個真的算了沒辦法 這邊我不應該去把他的魂創給用掉 應該簡簡單單去敲他一下就好 敲他一下就好 然後去做一個劍 再驅散他 說不定我的咸魚超就會活著 有點可惜 然後這邊我去打古倫德 是為了疊氣勁 對很像 非常像 很像老敵 真的很像 這邊 這邊站位 我覺得我站得很好 為什麼我這邊站位站得很好 我這邊站位站得好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看一下這一回合 這一回合也很關鍵 他想了什麼 我想了什麼 其實他跟我想的 有一模一樣樣的事情 對這一手他也是蠻可愛的 他跟我想的一樣 你看喔 他先手 他先手 他的冰坦如果這一手 不走進來 你看你看看 他這一手冰坦不走進來 我的劍 就會走到這格 去卡位子 然後他逍遙其實也 如果硬收 賢雲超收不掉 收不掉他會很虧 他會很虧 他會非常虧 那我就會 他如果收掉賢雲超好了 不管 他收到賢雲超 收到賢雲超 我就劍就跑去這邊 劍勝就跑到這邊卡位 他就死掉冰坦 對不對 他就死掉冰坦 所以他不太敢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做了什麼 冰坦往前 然後我的劍 不應該往前 我的劍不應該往前 你知道嗎 我的劍不應該往前 這一手也打錯 我往前的原因 往前之後的逍遙 就可以走到這個 走到這個 我的奶媽就微微 可是他也打錯 他不打我的奶媽 他不打我的奶媽 跑去打劍 有沒有 打錯了 我打錯他也打錯 這邊也是打錯 一直打錯 然後這邊也是 你看 月汝1144 又不暴擊 唉受不了 受不了月汝 然後這邊為了月汝 必須救他 我就丟了AOE補血 我只能救 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救 送了月汝不是很划算 然後這邊的話就暈眩 我坦克 就這樣 對啊 他點錯了 然後這邊收掉我的閒雲招 沒什麼太大的懸念 收掉之後呢 我必須去控制古倫德 因為古倫德他身上有那個轟雷掌 有轟雷掌 我必須去控制 然後這邊我就持續 持續去卡他位 那我這邊 動了劍聖 我認為 如果我要再動劍聖 我不應該丟招 有點可惜 不應該丟招 沒關係 就這樣子 然後我是為了什麼 我為了召喚劍 這一回合可以召喚劍 然後去做一個卡位 然後順便把那個逍遙身上的東西清乾淨一點 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就把我奶媽收掉 你看看 沒頂住 奶媽血量很重要有沒有 應該要頂住 可惜也沒頂住 然後這邊就把他的小雪關在外面 然後他就把我的月盧給暈了 好我這邊也走得很漂亮 劍聖先去卡 逍遙的位置 保護月盧 然後他把他的小雪載出來 他這邊他打錯喔 你們認真看到我這邊解暈了嘛對不對 解暈了嘛對不對 他古倫德不要往前 他的古倫德不要往前 他古倫德為了小雪不要被拖出去 你知道嗎 他是為了小雪不要被拖出去才往前 而且他想要偷尻我一刀 結果他尻我一刀就出事了 就出事了 月盧有一個special的跳法 教大家 教大家 我們放慢速度 毛月盧教你們怎麼玩月盧 雖然那隻月盧不會報警 好我們下一步 這一步 我跟你們講 月盧是本身他在有 被動技能的情況下 月盧在本身有這招 靈卵型的被動技能情況下 他是可以去踩毒拉人 什麼意思 你們就看月盧的操作 他是可以踩毒拉人 他不會踩到毒 因為他屬於再行動技能 再移動技能 說錯了 再移動技能 不是再行動 再行動會踩到毒 再移動不會踩到毒 再移動有包含什麼 再動鑽 然後月盧的跳 還有 還有誰 攻擊完可以再走兩個 就大概常見是這個 再動鑽跟月盧 那你會看到月盧去做一個 踩毒 拉人 暈眩 再跳回來 有沒有漂亮吼 踩毒暈眩跳回來 他這邊其實也打錯 他不應該來打 打劍聖 他不應該來打劍聖 他不應該來打劍聖 他這一手就打錯了 他這一手就打錯了 他如果這一手 去卡在這一 去卡在這一格 卡在這一格的話 小雪會先待機 待機補這一隻 因為暈眩的人會最後動 暈眩的人會最後動 死掉是 比暈眩前面一點 所以他這個會被這個 給解掉 所以他應該要站在這一格 解暈 應該這個解暈 讓古倫德進來 他打錯了 他這手也打錯了 真的很可惜 他打到這格我就贏 他打到這格我就贏 真的很可惜 你看我就卡他位置 就卡他位置 他古倫德就被燒死 然後接著他的 小雪也會被我 撕掉 那避免我自己被他打死 我這邊的話 也去做了 然後我這邊做什麼 去做普攻 似車氣勁 音樂逍遙 舒服 我覺得整場來講 兩方的走位都不錯 但是兩方的失誤 也都蠻多的 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的失誤會有限 然後這種操作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好啦就這樣子 反正觀眾要看我就講 剛好有遇到就講一下 剛好有遇到就講一下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影片留言討論 就這樣子